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轻微的上涨 上证指数上涨0.1% 继续在3400点附近 昨天还没有爬上 是在3395收盘 深圳则下跌0.15% 但依然是保持在11000点以上 那欧洲方面的走势相对差别比较大 德国出现了1.8%的上涨 而英国和法国则分别轻微下跌 美国也是同样 道琼斯和标普500分别有0.2%至0.4%的上涨 但是纳斯达克科技指数则出现了下跌 那么在其他方面的货币 整体走势轻微保持和美元是轻微上涨 但整体是忽略不进 那么在其他方面 石油价格目前首次尝试冲破55美元大关 但是没有成功 原油价格目前稳定在1280附近 那么在其他方面的比特币价格天天在上涨 目前价格已经达到了6800美元 折合澳元约为9000澳元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我们着重市场的热点话题 就是呢 说一下由现在麦当劳改名叫做金拱门所想到的一些 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的两周啊 国内被炒得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 就是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注册跟名为金拱门餐饮集团 那么之后呢 网上就有出了很多的段子啊 这个 比如说是像肯德基 KFC 改名叫做呢 网友们给他取名叫做开封菜 那么像是劳力士啊 这个手表呢 把它叫做了大黄罐牌手表啊 像法拉利呢 被叫做马牌汽车啊 这个林宝基尼呢 被叫做了牛牌汽车 那所有的这些呢 被冠以了这个中国本地化 特色化的这个标签啊 可能大家呢 觉得这些段子都非常好笑啊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啊 在这些笑话的背后 这些改名的背后 到底是什么原因才会产生呢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麦当劳在中国进来了十几年 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还在赚钱 肯定还在盈利 那么既然都在盈利 为什么他们要啊 这个在去年的时候 把所有的麦当劳餐厅打包都卖给中信集团呢 那其实在我看来呢 就有很大的原因 我们要深层次的考虑一下 也许是过去几年中国劳力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 那也有可能是产业的升级和社会的转型 使得大众呢 对于麦当劳的品牌不再那么热衷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不断在发展 中产阶级不断在扩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 理论上来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呢 消费能力是相当可观的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为什么在消费力这么强的情况下 外资对于中国直接投资 在2016年比过去的三年整整是降低了接近于40%呢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在外资都不进入中国来投资呢 我想只要有钱赚 他们肯定想来投资 那么为什么使他们不愿意来投资 也就是说 可能他们在中国设厂 做生意 由于物价的上涨 由于人工成本的上升 使得原本的可以低成本的运行环境不再维持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呢 是急迫的需要产业转型 那么说了这么多 反映在我们说的这个金融行业或者是交易产品上 到底有什么这个特色呢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中国重点扶持的就是还是说到的那些国企和央企 也就是未来的政策依然是强者欲强 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我们重点考虑的如果咱们看的是股指 就需要考虑到的是上海而超过深圳 而且是大盘股超过整体指数 那么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昨天啊 对于澳洲投资者一个比较关心的话题 就是我们知道呢 澳洲一个比较热门的股票叫做A2奶粉 它在过去几天从8澳元的价格呢 是下跌到了6.7澳元 那这个时候呢 在昨天我也是接到了非常多朋友的疑问啊 有的时候呢 这个电话 微信 包括QQ啊 都是疑问不断 我呢 也是应接不暇啊 经常回答 哎呀 李老板放心啊 这个A2股票呢 没有什么问题啊 你的20万投资啊 肯定可以放心啊 有的时候呢 会说到哎 这个小妹说 怎么办 我买了这个A2股牛奶的话呢 它下跌了 我也得安慰他 放心 我买的比你多啊 我都不担心 你担心啥呢 那我就觉得呢 为啥他们平时不来找我 一到股票下跌了啊 纷纷给我打电话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啊 所以以后我觉得呢 哎 这个李老板啊 张老板啊 他们啊 股票上涨了没有踪影 哎 一下跌就给我电话 所以以后呢 还是股票啊 多跌跌 他们就会经常给我打电话 当然了 这是笑话啊 我们言归正传 就像我之前说到的 我们很多时候啊 开问题的时候 它下跌 首先找一下是不是有恶性的消息 是公司出丑闻了 董事长跑路了啊 还是他在中国的奶粉牌照被吊销了 如果这些大的东西都没有变 那么很有可能啊 这么临时的下跌 有可能是过去 由于连续上涨 有部分投资者呢 是出货导致的 事实证明 从今天的反弹来看 就是这个原因 昨天从八块钱 七块七 七块八 跌到了六块七 六块八 今天呢 又大量的反弹 回到了七块五 这就说明一二奶粉的本质还是好的 就像它在目前超市里的表现一样 货架上依然是难以寻觅到它的踪迹 你说澳洲都买不到 中国淘宝上一百多块钱的那些奶粉 你敢买吗 当然了 这个呢 只是针对于咱们澳洲的投资者的一个小小的解答 我们来看一下图 刚才说到的呢 是中国A50走势 A50从今年年初的一万点到现在的一万 接近于一万三 已经涨幅呢 达到了百分之三十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很多朋友会问 以后还有机会吗 我个人觉得呢 机会还是有的 我们知道2015年股灾之前 A50曾经达到过一万五千点的高度 即便是现在一万三至一万五 依然有接近于百分之二十五的空间 所以说 在冲破了一万三千点之后 咱们投资者依然是可以长期持有 但是我不排除它中间会有波动 会有百分之五 甚至于接近于百分之十的回撤 但是我们永远心里要有这个底 现在是国企央企强者欲强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和政策扶植之下 A50所代表的那些上海和深圳最大的五十家公司 自然表现不会差 以上就是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名 今天晚上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是晚上澳洲时间十一点 中国时间晚上八点 英国央行将会发布英镑的月度利率数据 预计呢 英镑会有剧烈的波动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